3 2 1 在倒數3 2 1的聲音中 中華大學點亮了校園內的燈光藝術 把黑暗中的校園點綴成最美麗的耶誕校園 不只要慶祝即將到來的耶誕節 今年也是中華大學30周年校慶 點燈這一天也是中華大學校慶正式倒數100天 校方希望邀請學生一起倒數 一起迎接30周年校慶 今天是我們的點燈 還有我們的30周年校慶的倒數 以及慶祝的演唱會 三樣東西三合一 我覺得很難得就是我們的學生會 很認真這次整合了各種資源 把這個活動辦得很精彩 而且參加的同學也很多 現在看到後面我們正是有一些演唱會要進行 非常熱鬧希望大家有機會都能夠到我們校園來走走 中華大學除了璀璨耀眼的校園以外 其實學生們的表現也不妨多讓 例如街舞社國立四社的演出也陪伴著大家度過愉快的夜晚 而校長劉維琪對學生們的表現也是多加讚賞 不管是熱音社的歌喉還是熱舞社的舞技都叫人讚嘆不已 今天亮點很多 各位剛剛看到我們幾個社團的表演都是非常好的 像我們的街舞社連續幾年都拿到冠軍 我們的晉級大家隊也是連續多年都是冠軍 我們還有我們的吉他社選的幾條歌都很好 都是同學們很喜歡的 所以亮點還蠻多的 特別是我們加東國小也一起來慶祝 他們的校長謝校長帶領了20位同學來給我們慶賀 我們也很感動 夜旦節的腳步一天一天逼近 不光是百貨業者換上應景的夜旦造景 大專院校也加入這個熱鬧的行列 要讓學生跟來訪的貴賓都能對美輪美奂的校園 留下深刻的印象 凱破新竹林彥斌採訪報導